让靠靠地生命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亲爱的家人们平安 平安 你知道吗 在这世界上有一个最爱你的人 那就是耶稣 祂为了爱你 为了爱我 而来到这个世界上 祂的爱超过世上的一切 祂为了我们成为 那一个最宝贵的礼物 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我们一起来领受 这一份为你而预备爱的礼物 我们一起来敬拜 平安君王 千悲来到世上 明亮诚心 照亮渴望的心 小小银行 是尊贵的君王 耶稣将生带来爱和盼望 平安君王 先被来到世上 明亮着星 照亮渴望的星 小小银行 是尊贵的君王 耶稣长生 带来爱和盼望 是为了爱 亲爱耶稣长生 在马草 是为了爱 被负重的 让我的平安 谢谢天父 赐下生命的礼物 谢谢耶稣 以爱带来救赎 平安君王 先被来到世上 明亮着星 照亮渴望的星 小小银行 是尊贵的君王 耶稣长生 带来爱和盼望 是为了爱 亲爱耶稣长生 在马草 是为了爱 被负重的 让我的平安 谢谢天父 赐下生命的礼物 谢谢天父 赐下生命的礼物 谢谢耶稣 以爱带来救赎 是为了爱 亲爱耶稣长生 在马草 是为了爱 被负重的 让我的平安 谢谢天父 赐下生命的礼物 谢谢耶稣 以爱带来救赎 我们救赎 赐下生命的礼物 我救赎 安养 declared 赐下生命的盟 我们救赎 赐下生命的慈 我们敬拜 亲爱耶稣 祢就是爱的平安 充满感恩 欢请圣诞 以为耶稣会拥抱我而爱 是为了爱 亲爱耶稣 叫神在马草 是为了爱 被负重担 让我的平安 谢谢天父 赐下生命的礼物 谢谢耶稣 以爱带来救赎 谢谢天父 赐下生命的礼物 谢谢耶稣 以爱带来救赎 谢谢耶稣 以爱带来救赎 主啊 这是何等奇妙的爱 这是何等奇妙的爱 主啊 祢特别为了我们而降生 祢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主啊 这份爱是从天而来 为的就是要挽回我们失丧的生命 主啊 为着祢带给我们奇妙的盼望 为着祢为我们生命所做的一切 我们向祢献上我们的感谢 祢离开天上的荣耀 为了拥抱我的生命而来 祢卑微的降生在马草 就是为了成为我生命最大的礼物 主 我们感谢祢 我们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 献上我们一切的敬拜与赞美 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宝贵的名 我们一起说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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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家人们 这是何等奇妙的爱 让我们再次将所有的赞美跟掌声 归荣耀给坐在宝座上的今晚 亲爱的家人 平安 在这一周 我们在圣诞的佳节里面 你喜乐吗 你有没有真正经历 耶稣带给你的平安呢 不要忘了在所有的欢乐里面 节目当中 要找到耶稣要给你 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圣诞佳节愉快 也祝福每一位家人 在耶稣的话与真理跟祷告当中 能够经历祂更多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话语 经文在马太福音 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样说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魏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 成就是要应验 主见先知所说的话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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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话每一句都没有落空 一定会成就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见 在当年 约瑟跟玛利亚 经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他们还没有结婚 圣灵感孕 使玛利亚怀孕 以至于他们 非常的担心 以及非常的恐惧 但神亲自的介入 他拆派使者 在约瑟的梦中 向他显现 告诉他说 约瑟你不要怕 只管照着上帝的计划走 于是约瑟就有了勇气 所以我们从经文 我们可以看见 因着约瑟的顺服 这件美事 也成就跟发生了 神当然 祂可以自己去成就 上帝祂可以自己完成 但是你们有发现 好几次在圣经里面 好像神都邀请我们 祂的儿女 一起来经历 一起来完成 一些祂所要成就的事 不是祂没有能力 而是祂要我们经历祂 以至于在这个经历的过程 我们就更认识祂的道路 我相信约瑟跟玛利亚 在这个经历的过程 在这怀孕的十个月 一直到养育耶稣的过程 他们更认识 他们从小拜的这位上帝 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 所以亲爱的家人 神对每个人都有计划 关键在于 我们有没有学习 像约瑟一样的顺服 当神的计划 来到玛利亚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甚至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照人的软弱 可能会很难去顺服 这样子的安排跟结果 可是约瑟跟玛利亚 选择完全的顺服 圣经记载玛利亚 他说我是主的使女 愿照主的旨意成就 所以亲爱的家人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期待 有一些想法 甚至会祷告 甚至会有时候会 会落入在一些负面的光景 会觉得好像 怎么神都没有成就 祂的计划在我的里面呢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顺服 当我们期待这件事 发生跟成就 神已经有计划了 对你已经有计划了 阿们吗 你只需要等候跟顺服 就像约瑟一样 我相信有一天 你会完全明白 上帝的带领 所以当我们期待 神在我们里面的计划成就 我们就必须学习约瑟的顺服 当我们越多的顺服的时候 就会经历神跟我们同在 所带来的那种平安 是玛利亚愿意让神来动工 是玛利亚愿意顺服 所以她成为第一个 经历神迹的人 你渴望更多经历神迹吗 一起学习约瑟跟玛利亚的顺服 所以当神的计划 执意要成就的时候 有时候神会允许一些挑战 跟压力来到我们的环境当中 但是我刚刚一开始宣告 神的话没有余句会落空 可能你领受到 神要给你的计划或任务 或者可能是你在教会服事 或者你对职场满有报复 或者传福音 可能满有很多的理想 但是可能你经历到很大的挑战 有些人可能也退缩了 但亲爱的家人不要怕 神给我们任务的时候 挑战会在 相对的祂的同在也在 只要有祂的同在 只要有以玛利亚的神 与我们在一起 祂的应许一定会成就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等候神 计划我们命定要经历的 那一刻发生的前面 我们先有顺服的心 我们先有信心 而且我们勇敢的 去经历这些挑战 等候神祂一定会成就 在圣经说 同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以玛内力 就是神会与我们同在 不是只是这个救恩 发生就结束了 而是祂会住在我们的里面 会一直让这个福音的能力 持续的发生 阿们吗 也就是我们不管 碰见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救恩 这个福音已经临到我们了 以玛内力的神 一直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恩典 就是这个福音会持续的来拯救我们 这个福音会持续的来转化我们 但关键还是回到前面 你是否愿意顺服神的话语呢 所以如果你期待 我们能够真的活出神 在我们里面的计划 我觉得顺服这个关键 实在太重要了 当你愿意顺服神的话 福音将会让你经历 更多的转化在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你会更多的来认识上帝的荣耀 所以亲爱的家人 神还有许多美好的事要 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 不要气馁 不要放弃 不要担心 要等候神 要顺服神 只要单单的顺服跟仰望神 我相信神会让每一个他的儿女 更多的来经历他 而且来认识他 不论你在今年年底 现在年底要到年初了 可能你会回想过去 有一些祷告 或者有一些预言 有一些甚至是有一些计划 一直在等候 神的话 神的应许 一定会成就 没有余据会落空 我们接着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神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能够来 凭着信心来仰望 那位爱我们 伊玛丽丽的主 当我们愿意顺服他 来仰望他 我相信 真正的平安与成就 一定会发生 好不好 我们同身开口来祷告 我们除了感谢 我们也来说 主啊 仰望你 我要相信你 你必会成就 我们开身来祷告 我们开身来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透过约瑟跟玛利亚的 这个过程 让我们看见 当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相信你的时候 仰望你的时候 等候你的时候 主啊 你的美意 就会成就在我们当中 耶稣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旅程 主啊 更多人有信心 能够常常时时刻刻 仰望那位爱我们的耶稣 主啊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每一个人 都能够经历在以玛内力 神同在的平安头 耶稣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耶稣 Amen 是的 主 我们定睛来仰望你 主啊 因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我们注视你 我们就有平安 我们定睛仰望你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不再惧怕 因为主 你是以玛内力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位主 主 你是为了陪伴我 医治我 释放我 并且是来爱我的那位神 主啊 你为了我来到世上 在你的同在里 我有全然的平安 在你的同在里 我有全然的喜乐与满足 因此主 我们要说我们爱你 你就是我生命中一切的答案 你是我的一切 主 我们赞美你 Amen 是的 主 你就是我们一切的答案 你就是我生命的一切 你为了爱降生到这个世上 就是要把这一份永恒的爱 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 主 我要领受这一份爱 在我软弱的时候 我要来单单注视你 在我孤单的时候 我仍然要继续来等候你 因为你就是那一位 以玛内力的主 因此主 我要说 我不孤单 我不孤单 我是有你同在的 主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Amen 我们是有神同在的 Amen 吗 祂每一天 每一秒 都与我们同在 但是亲爱的家人 你有没有渴望 神更多彰显祂的同在 不只是我们意念 我们的知识 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但我们要更多的渴望 在这个同在里面 神能够彰显出祂的荣耀 所以我们今天从经文 我们可以看见 一个超自然 而且是非理性逻辑的事 发生在约瑟跟玛利亚当中 神超自然的拆拍祂的使者 在祂的梦中向祂说话 也超自然的圣灵感应在 玛利亚身上 这些都是超越我们逻辑跟理性的 亲爱的家人 也许你对一些事情已经失望 甚至你可能已经放弃了 但在圣诞节除了带给我们 救恩的好消息 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 耶稣这位降生在 马朝的君王 祂是超自然的神 祂是有能力的 可以带给我们拯救与盼望 好不好 接着不论你正对什么事情 放弃或失望的 我们这时候再次来仰望神 宣告因着耶稣的降生 我们可以经历超自然的拯救 与超自然的盼望 我们开身祷告 超越我们的理性逻辑 来到那位超自然的神面前 求祂彰显祂的荣耀 彰显祂的荣耀 彰显祂的荣耀与能力 去耶稣有一些事情我们失望了 甚至有一些疾病我们觉得不可能得医治了 我们今天要宣告祂的降生 乃是带来超自然的拯救 乃是带来超自然的盼望 我主我的神啊 荣耀的君王 那位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 祢必要让祢的儿女经历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能力 祂要我祷告 祂耶稣降生的这个能力发生在我们当中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祢 是的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祢 Amen 祢的降生带来了平安 谢谢主 祢为了彰显全部的爱 来到这个世上 为的是拯救我们带给我们盼望 因此我要说我的生命是充满着盼望 我的生命是充满着亮光 主我们赞美祢 我不在黑暗里走 我的每一天 那是披带着祢的荣耀 主谢谢祢 祢都与我们同在 祢是以马内力的神 谢谢主永恒不变的爱 主我们赞美祢 谢谢祢 Amen 是的主 我们赞美祢永恒不变的爱 谢谢祢为了爱降生在世上 谢谢祢用祢的生命 完全彰显了天父的慈爱 你从高天已经掳掠了仇敌一切的作为 你已经废去一切死亡的权势 你更是降生在马槽 活出荣耀的谦卑 因此主我要说 我已经被拯救了 我更是带着极大的盼望 行走在祢的恩典当中 因为耶稣 祢已经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耶稣我们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Amen 亲爱的家人 以马内力的神 每天与我们同在 也就是我们是披带着祂的荣耀 每一天行走在每一天的时间里面 所以亲爱的家人 照着我们的信心 求神更大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生活里头 但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 把这样子的能力分享出去 Amen 耶稣降生带来救恩与救赎 但是相对的 这个救恩救赎 也带来超自然的能力与医治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来活出 这超自然的盼望 更是凭着信心 把这个能力礼物分享出去 圣经说 你手按病人祷告 病会得着医治 你手按病人赶鬼鬼会离开 所以亲爱的家人 你有超自然的大能 因为神与你同在 好不好我们来祷告 求神让我们活出 这个超自然的爱与盼望 让我们也把这个能力礼物 分享给周遭的人 我们同身开口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祢 谢谢你 谢谢你带来了福音的好消息 谢谢你也带来了福音的典命 谢谢你带来了福音的套望 谢谢你也带来绝对的因此用的希望 也是因为要真的感谢你 你以后累移我们的无法 就是让我们 我带你没有拿手的血 他们的能力就能够 就是让我们知道 带他有荣耀的神 而且是超越我们的感情 超越我们的逻辑可以去处理的 祝我们可得的梦 我们可得的感谢祢 赞美祢 谢谢你耶稣 亲爱的耶稣 当我们白白的领受 这一份无比荣耀 无比美好的爱 我也要把这份礼物传扬出去 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这份爱 求祢来使用我 来打发我 拆解我 让我不是紧紧的抓在手中 而是愿意分享给更多的人 使更多的人因着我 只要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Amen 我也宣告我要尽全力来活出信心与盼望 Amen 竟力成为那给出爱的器皿 Amen 我要使周遭的人 从我身上就能够看到 耶稣你的爱 Amen Amen 求祢来使用我 我赞美祢 Amen 是的主 我们赞美祢 我们正式求祢来使用我 让我活出得胜的爱与盼望 使周遭的人能够因着我 而对这个信仰充满了好奇与渴望 求圣灵祢来帮助我 医治我一切的软弱 Amen 而是明白基督 祢是为了爱 为了爱我而降生 我可以拥有丰沛的爱 去爱人 也拥有最大的盼望 能够去面对一切的挑战 Amen 耶稣我们赞美祢 我们爱祢 主 我们感谢祢 福音不仅带来了好消息 福音也带了超自然的能力 Amen 祝福每一个你的儿女 在这个圣诞节里头 经历神聚其次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一起来赞美 是为了爱 请爱耶稣 叫神在马草 是为了爱 被苦中担扰我的平安 谢谢天父 撕下生命的礼物 谢谢耶稣 啊 和祝福 计划 顶 公信者